而且孩子的謊言 請你跟我這樣過 來 謝謝 孩子總是愛說謊 爸媽怎麼反應都有問題嗎 逼得太緊 造成孩子一輩子陰影 放任不管 又怕他學壞 人生走上不歸路 到底當爸媽的 尺度 底線該怎麼拿捏 而面對不同類型的謊言 我們又該如何正確的回應 才能完美的兼顧親子關係 還有正確的價值觀呢 我們邀請到親子教育專家黃燈翰 小額科醫師黃聰寧 兒童發展專家王洪哲 以及三位藝人黃杜拉斯 林志佑 林子瑄 要來一起討論喔 剛剛我想問你 你覺得說謊的人鼻子會變長嗎 你是幾歲啦 這紅話故事 25歲而已 這麼大還會相信這個呢 真的喔 那我問你 你會愛曾亞蘭一輩子 然後把錢都給他用嗎 那怎麼可能 我發現你的鼻子有變化了 我有變化 變怎麼樣 我告訴你喔 說謊的人鼻子 還真的會有一些變化 或許不是變長啦 但西班牙有個大學做了一個實驗就發現 當人說謊的時候喔 鼻子還有眼眶的周圍 溫度會明顯的上升 尤其是在鼻尖的地方 上升是最為明顯的部位 真的假的 趕快給你摸摸看 他就會變成這樣 請問你跟著老公是珍愛嗎 是啊 沒有… 溫度上升 你害他啊 怎麼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說謊好像還是可以發現蛛絲馬跡 尤其是父母親最了解的小孩 這倒是真的 雖然了解喔 但你要知道 人家有點是疊對疊 心理戰 因為這個孩子他在說謊的範圍 隨著年紀增長 他是越來越厲害了 對 怕他以後找他去騙別的女生 這是媽媽會擔心的是不是 也在到處說謊 我們爸爸是不擔心 我們是擔心女兒被人家騙 對… 是… 好 但是我想說謊呢 我們現在先來看看喔 對 就到底大家對小孩說謊 有沒有最忌諱 最氣憤 大概是說什麼謊 有沒有 洪哥你會嗎 有一天我女兒 她跑去看電視 那我們的電視是她的房間 外面 所以從她的房間 她走到外面去看電視的時候 她中間套房間有個小廁所 所以我走過去看 她怎麼不在 但是我走過去的時候 她就從客廳那邊衝過來 那我到她的房間口味的時候 因為我也經過了那個廁所 我說你去哪裡 她說她去上廁所 我說你從客廳那邊跑出來 你跟我說你去上廁所 她去上你們主臥室的廁所 我們在另外一邊 那是在那一頭 不同方向 我說你怎麼會有這種 你怎麼會認為說 你這樣子說我 我會說你去上廁所 我會相信呢 爸 我去隔壁人家家 姐姐 我們家也沒有隔壁 因為我們隔壁就是我們家 她上在客廳 不是 我自己去掉 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就是說 你認為我是白癡嗎 這種謊能夠說得過去嗎 你至少去編一個 很富力堂皇的謊言說 你去哪邊寫功課 或是幹嘛 因為你從那邊過來的嘛 你怎麼會說你去上廁所呢 那還有一次就是我兒子也是一樣 晚上了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要睡覺了 那我的手機在充電 那他很厲害喔 他十點多的時候 他把我手機充電器拿掉 手機不見 那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會說把手機當作是我的鬧鐘 我找我手機 手機怎麼不見呢 因為他把他拿去他的房間裡面 去玩那個什麼東西 我手機我問他 你有沒有拿我的手機 他說沒有 那你打看看好了 然後我就打電話 打電話打到一半 奇怪怎麼會沒有聲音 我走出來 我就看到你的人影咻跑過去 我親眼目睹 有個人影跑過去 我這個火真的大了 我就走過去 我直接 因為那個時候十點多了 很多社區都很安靜 我說站住 哎唷 站住 誰 口號 口定啦 當兵啦 他就不動了 然後他轉回來 我說你在幹什麼 我說你在幹什麼 我在上廁所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了 每一個都上廁所 他就永遠在上廁所 他從廚房那邊過來 我以為他去喝水 我說你是不是去喝水 他說 他說是 我說那你為什麼要跑 為什麼要跑 這個事情已經很清楚了一件事情 我說你站著 怪怪的 我就走到廚房那邊去 我看到我手機放在微波爐上面 我說一個大男人 做事情男子和大丈夫 做事情要敢做 為什麼偷偷摸跟小偷一樣 但他為什麼要拿你的手機呢 因為手機上面有他要愛玩 那就給他玩啦 10點了要睡覺了 不是啊 那一定有原因 他反應才會這麼大 那不然拿就拿 是我反應他還是他反應他 是我的反應他 他是把我的手機拿走耶 所以你就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一個大男人 我就這樣教訓他 教訓了快10分鐘 我說我給你 給你一個方向 如果你聽不懂我的話 我給你方向 你說你要玩手機 好 給你玩 你要玩多久 20分鐘就是20分鐘 但是你不然講說 你要玩三個小時 那就太誇張了 大概就半個小時 我讓你玩 玩完之後請自動拿 放回去就好了 這就很簡單嘛 對啊 怎麼會我出去的時候 你根本小時候跑掉了 我說我們家怎麼養內賊 感覺很不好 因為我最痛恨的就是說 一個 就家裡就這麼幾個人 偷偷摸摸的 那我問是不是你拿的 是不是你拿的 總會有一個人拿嘛 不會我自己拿 說誰拿我這種手機嘛 我還沒到老人吃在這個時候 我是曾經有過 眼鏡掛在頭上 在找眼鏡 那就是一個證 他們就在賭這個嘛 沒有 我說我還沒有到 就在賭這個鏡頭啦 對搞不好夢到了 對 鏡頭就過了啦 對 我最討厭就是 睜眼說一下話的那種說 我受不了 那姿佑姐呢 真的是媽媽是最了解小孩 她每次去阿嬤家回來 就說你今天有沒有給我吃巧克力 沒有 沒有吃 我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吃 我只有吃飯而已 我什麼都沒有吃 我媽也會打電話來 我會說 都沒亂吃 都沒亂吃 跟你吃飯而已 你不要再吃 都沒亂吃 我說好 就第二天也不多說 打電話給我媽 跟你講 你給他吃巧克力 你就跟我講啊 我告訴你 就跟你講 不能給他吃巧克力啊 就被我抓到了嗎 她只要吃巧克力多吃一點 她隔天一定流鼻血 我媽就覺得也很奇怪 為什麼每次吃巧克力 都會被我發現 然後我就跟我兒子講 我告訴你 我是你媽 你說謊我一定會知道 你就是吃了巧克力對不對 吃多少 吃一包 我吃一條 我說我告訴你 不要騙你媽媽 我一定會知道 你是偷吃的 我通常都跟她教育她 我就跟她講 你是我生的 所以我一定比你厲害 不用想要騙我 這個算OK 你還可以抓到 她流鼻血的證據 因為她流鼻血就穿幫了 我們也是在吃巧克力 我們說不要吃太多 因為影響到正餐 有一天我就工作回來了 我就說奇怪了 我就說 有沒有偷吃巧克力 沒有 沒有 那時候他們年紀還滿小的 很單純 對啊 都很小 沒有 我說 因為我 罵不下去 你知道 因為看到我一些警校 我罵不下去 說 你確定嗎 侯賽雷 你再說一次 有沒有偷吃巧克力 沒有 他嘴上都講 年紀小 很單純 沒大 但是我就說不定 這也是真言說笑話的一種 你有沒有偷東西沒有 錢家手上的人都沒有 而且還罵不下去 因為太單純了 好好笑 沒有 對啊 來 子媗 小孩也沒有 有 我們家 可是我們家那個大的 可能比較早熟一點點 因為他其實在小時候階段 真的是沒有說謊 他是到上學之後才開始說謊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就不喜歡他 打什麼GAMEBOY這種東西 可是他就會跟同學借 回家玩 可是他借他不敢講 他就說沒有啊 是同學拿給我玩的 喔 對啊 小孩都會這樣講 他講借可能比嗎 對 那我們當然會生氣 就是說你不要跟別人借東西 因為你弄壞了不是還要陪嗎 對不對 那就不喜歡他跟別人用借的 這種方式 對 然後他就會陪他都跟我講說 就是朋友給 就是給我玩的 然後或者是說 什麼我拿什麼東西跟他交換的 這樣 可是我就是會不喜歡 那我後來處理的方式就是說 我就打電話給老師 就會跟老師講說 他有這個狀況 所以就會 就後來就比較好一點點 到底幾歲開始會說謊 那父母親真的有必要要擔心嗎 黃醫師 有一個統計 如果扣掉睡覺時間 四歲的小孩平均每兩個小時 就會殺一個小謊 四歲 到六歲 對不對 平均 我覺得我們現在 小的大概兩歲就開始會說謊 這麼厲害 到六歲 到了六歲 那平均每一個小時都殺過謊 而且你問六歲的小朋友 有90%的小孩承認說 我自己說過謊 剩下10%的不承認 因為他就在說謊 三個百分比應該講百分之百的嘛 所以其實他們懂說謊是什麼 他們懂 說謊是真的很好用 我覺得我們大家 其實不要把說謊 當作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大人也會說謊 說謊只是一個 你去逃避 處罰 或者是博取歡心的 一個很自然的一個反應 我們只是覺得說 說謊這件事不好 是因為你應該是會傷害 被你說謊的那個人 對不對 你今天跟我說謊 結果我就覺得 你怎麼騙我 我覺得我很受傷 可是如果今天這個孩子 他剛剛說我們擔心他 說謊誠信 為什麼 他一定是在說謊當中 得到了好處 他越說謊爸媽越愛他 越說謊老師越疼他 這就反產生反效果了 所以我想我們重視的應該是 他說謊之後所得到的回應 而不是真的要說謊這件事本身 因為這是天性 這小孩說謊的目的在 其實根據科學家的說法 孩子很小就開始說謊的 原因有一種狀況 他有的他是 對他來說是幻想 或者甚至是一種遊戲 還有一種情況是 他時空背景人物他鬥不大 其他有時候鬥出來 自己鬥錯了 那大一點了呢 剛剛講了 就開始有目的 可能是我要逃避懲罰 我要掩飾我的行為 因為你們不喜歡這樣 那我就說沒有 沒有就沒事了對不對 那或者是 我說謊可以得到好處 那我當然要說謊 所以這變成實際上是一種 應該怎麼講 應該是在剎那些說謊 可以對自己有利 對 我可以得到好處 或者我可以逃避懲罰 所以這是人的生存的一種能力 就像動物裡面的那個變色龍 對不對 他幹嘛要隨著環境變色 對 保護色 你就沒看到我了 對 我就躲過了 你根本沒看到我 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嗎 我前幾天發生一件很窘的事情 是因為我開車 然後我就闖紅燈左轉 我一左轉之後沒多久 就在警車 警察 警察會輸而不漏 然後他就叫我搖下車窗 然後我就 怎麼啦 我說你闖紅燈 你知道我說了什麼話 什麼 有嗎 我講完那警察笑 我也笑出來 我想我怎麼會有這個反應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有嗎 後來我耳根子都紅了 我覺得我每天在這邊 教大家不要說謊 然後我這樣跟他面對公權力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謊 因為你想想看 那個就是公權力 所以今天你就回想 你的孩子面對父母或老師 就像我面對警察一樣 我第一個反應是 能逃就逃 能躲就躲 講了以後才覺得 真的有夠丟臉 三個字 我在說謊 我以為他就會 明明每個人都看到 就是他不會掩飾了 對啊 因為不只是鼻子嘛 而根子會紅 那時候你英文不好 英文老師問你問題 你是不是常常答一些 你不是真正心裡這樣想的答案 有嗎 有這個經驗嗎 我是有啊 我們是都答不出來 那老師可能就想要誘導你說 譬如說來Ski 然後我就說 Yes 我說糟了 你這隻沒滑過去 好